我們大概原則上在把那個上個禮拜的一些重點 再跟各位提示一下 上個禮拜 我們今天的話是第六次上課 OK,所以 我們全部的課程大概八次啦 所以其實還剩下有三次,包含今天 那上個禮拜的部分的話呢,重點大概說明一下 第一個當然就是表單設計 也就是如果你今天要設計一個表單的話 這個 對,上個禮拜那個 表單部分 那我們是建立一個表單之後 然後再建立那個防呆機制 那防呆機制其實基本上 裡面 比較重要就是利用那個邏輯一幅的部分 那一般就是一個單一幅後面的話就是一個條件 什麼樣的條件 比如說呢 如果沒有資料的話 那當然 我們就是要把那個沒有資料的部分 把它抓住 防呆嘛 那個呆子就是你做錯什麼樣的動作 把它先抓出來 另外的話呢就是後面三個文字方塊 它輸入不是數字 應該是成績 就不是的話 怎麼怎麼 如何判斷 如果輸入不是數字 第三個的話就是判斷 它那個輸入的成績不是 0到100之間 OK 最後其實有講到有一個 如果我希望在那個 表 這個表單設計最後一個文字方塊 直接按Enter 直接就輸入的話 那這個地方該怎麼做 這個我想上個禮拜呢 我們都有講到啦 所以有些細節 假如說你不太清楚的話 其實回頭可以再看一下 另外的話呢 可以參考那個雲端白板上面 雲端白板上面其實也有參考答案啦 所以你回去的話 講一些細節不太清楚 這邊上面都有 我自己稍微看一下 那今天的話呢 我們就是延續上個禮拜的那個 日期時間部分 那當然我有講一下 日期實際上 在e-seal裡面 它就是一個數字 OK 那一天的話 就是 一 一天的話 在e-seal裡面 就1啦 一個整數1 那如果一個小時 就是1 4分之1 所以是有小數點 OK 那24小時就是 又回到 就是加1啦 那那 它這個就是 這個數字的話 基本上 就是跟190年1月1號 相差幾天的意思 所以其實如果算兩個日期相差幾天 其實還蠻簡單 就互相減 減完之後 如果格式它會自動幫你改成日期 你再把它轉成通用格式 就OK了 那當然呢 算年 相差幾個月 其實比較麻煩 所以其實你可以用Dedif 這個上個禮拜有講到 OK 另外的話呢 我們就講到年曆的部分 那怎麼樣呢 可以快速的產生 一整年的年曆 比如說我今天想要產生 2024年 一整年年曆的話 那當然呢 我們 幾個步驟嘛 第一個步驟就是 先產生 2月1號 到12月1號 所以這個地方從這邊一直幫我產生到12月1號 這幾個儲存格 那這個儲存格呢 我們可以用E-Day OK E-Day的話就是跟前面的儲存格相差一個月嘛 得到1月1號跟2月1號相一個月 3月1號跟2月1號相差一個月 E-Day推 OK 那我們可以先產生每個月的第一天 底下的話呢 再產生每個月的其他天 那比較會有問題的應該就是說 向下填滿之後 他假如是31天 的話 那個月 比如1月 3月 這都不會有問題 135 5月 7月 這些都不會有問題 但是如果說他不足 30天 比如說2月 28 29 那他就會變成 這邊會多3月1號 3月2號 那 當然如果我不希望他出現的話 我勢必需要用 邏輯判斷 那這裡當然我們用好幾個部分 邏輯一定是1符 那判斷月份是否相同 就是Mans 也就是說利用Mans把 他這個上面一個儲存格 跟他加了一天之後 比較一下 如果加了一天之後 假如月份變成不一樣的話 那我就輸出沒有東西 OK 那比較會有問題就是沒有東西的下一個 這個當然因為如果你在 這個上面一個沒有東西 那他裡面自然就沒有辦法用Mans做正確的判斷 OK 那當然我們就勢必需要把資料給 這個過濾掉 過濾錯誤啦 就ifl OK 這上個禮拜有講到 那今天的話呢 主要呢 我們會希望說 因為一整年裡面 包含就是說 之後假設要做一個 schedule 就排排一些行事曆的話 那當然一般習慣是把禮拜六禮拜天 做一些比較醒目的提示 那當然禮拜六禮拜天可以排掉 OK 然後禮拜一到禮拜五就是工作日 那假如說我今天需求是 禮拜六禮拜天 用 不同的 顏色 包含就是字的顏色 字的顏色就這個 OK 在那個 上面的常用裡面呢 有那個 這個顏色 跟那個字 這個油氣筒的底色 那如果我希望禮拜六禮拜天 設定不同的顏色的話 這應該該怎麼 當然不是叫你塗法煉鋼 比如說禮拜六 我希望什麼 深綠色的字 然後呢 淺綠色的這個這個這個 底 那這個禮拜天的話就是什麼 紅色的字 然後黃色的底 類似像這樣 那當然如果說呢 以前做法的塗法煉鋼 每一個每一個 變五十 一年五十二週 那邊勢必要五十二次 去做禮拜六禮拜天 那假如說呢 我們希望快速的完成有幾個辦法 第一個呢要不就是用什麼 設定格式化條件新增規則 這個是也OK 那 第二個的話就是寫VBA程式 OK 不過一般我還是比較建議啦 以後如果要可程式的話 還是用建議寫VBA來完成 那VBA我先DEMO一下 待會的話我們要寫兩個按鈕 一個按鈕的話就是按一下 這個按鈕就是自動全部完成 就剛剛的動作 他就自動把 剛剛講的部分 全部完成 OK 那再來就還原 就把格式把它拿掉 所以這個地方的話呢 我們要 該怎麼樣 可以把這個格式化日期 跟還原格式 這兩個按鈕分別完成 那當然呢要做格式化日期的 這個部分 首先的話你需要 了解幾件事情 第一個就是如果用VBA來寫的話 第一個 當然呢我們會需要 先讀取 你的那個 某個範圍的每個儲存 因為我需要把每個儲存格裡面的資料先讀取出來 第一個 第二個的話要每一個 所以要怎麼樣每一個 第二件事情的話呢 就是判斷呢 他是不是 禮拜六 或禮拜天 OK 第三件事情的話可能還要注意一點 如果你判斷的時候 有一個問題 就是如果假設 你在把這個範圍裡面的資料讀取的過程當中 有可能它裡面是一個日期 也許 有種情況就是裡面完全沒有資料 那如果沒有資料的話呢 那我們 這個地方 該怎麼做 所以 大家這三件事情注意到的話 那後面呢你要寫這個 這個格式化 這個格式化日期就簡單了 OK按一下 那他習上邏輯就是一個一個一個的跑 把這裡面的這個日期讀出來 讀到VBA的回圈裡面 來判斷一下 是不是禮拜六 是不是禮拜天 如果為是的話呢 那就是把 他的 字的顏色變換 然後 字的底色變 那個儲存格的底色變一下 OK 那寫的方式喔 我們 等一下 再來看一下 OK 請各位先把那個 上個禮拜的這個範例先打開 那我們待會要練習一下 如何寫 這樣的一個 簡單的程式操作 OK 那 我先把 畫面先 切還給各位一下 你們先把那個 上個禮拜的日期 與時間函數這部分 的那個範例先打開來 那待會的話我們 再來看一下 如何做那個剛剛講的格式化日期 把禮拜六禮拜天 做不同的格式 然後呢 再寫一個 還原格式 兩個按鈕 大概這兩個